中国长江流域近来暴雨成灾 自6月以来造成27省4500万人受灾 近期长江上游再现强降雨 长江三号洪水正在形成 三峡大坝究竟还能存多少洪水 以引起广泛关注 三峡大坝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三峡工程设计者镇守仁 却在24日传出于武汉病逝 中年80岁具体为核种病症 却未见于中共的报道中说明 今年7月份大陆猪肉批发价格 同比上涨了101.92% 达到了每公斤47.75元人民币 7月份是大陆猪肉销售淡季 猪肉价格逆势上涨 让商家和卖家频频叫苦 但与此同时 重庆市江津区一批自其他省份 违规赞运的生猪 又验出非洲猪瘟疫情 该批生猪24头 有4头发病,1头病死 当局进行扑杀处理 由任天堂Switch发行的 纸片玛丽欧折指国王 于本月17日推出 近日有玩家发现 由部分繁体、简体中文版 与日本、英文版语义不同 经比对发现是 自由、人权、公平、权力等字汇 被刻意避开 造网友之一 使香港任天堂自我审查 中共深圳银保监局日前声称 汇丰银行关闭了其 位于该市龙岗区的一处支航 而汇丰解释称此举为正常商业动作 但外界指或是中共以伤逼阵 恫吓英国 新纳尔特电视整理报道